当地时间5月5日下午,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巴黎,开始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。习近平走下闲梯时,阿塔尔用中文打招呼说您好。他告诉习近平,自己学过一年中文,并在担任议员时曾到过中国。习近平夸赞他中文讲得很好、很标准。 阿塔尔从小家境殷实,年幼时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六区顶级私立名校,阿尔萨斯学校。1998年,9岁的阿塔尔第一次上电视节目。据这档节目介绍,阿尔萨斯学校是当时为数不多开设中文课的学校。可见阿塔尔很有可能在这,获得了学习中文的机会。 到了2018年,应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的邀请,时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的阿塔尔随议员代表团,到访中国北京、上海等城市。在中法未来合作空间广阔的前景下,阿塔尔学中文到访中国的经历,对他未来的从政道路有一定帮助。 凭借年轻帅气的个人形象,阿塔尔被冠以政坛小鲜肉的称号,起火箭式的升迁也令人瞩目。 2018年成为最年轻的政府成员,2020年至2022年任政府发言人,成为马克龙的喉舌,2023年成为最年轻的教育部长。 仅5个月,34岁的阿塔尔便走马上任,担任法国新一届总理。 他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,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,被媒体称为政治神童,有望成为总统马克龙留给法国政坛的希望之星。 阿塔尔上任不到一周的民调显示,他得到法国执政党复兴党支持者和右翼共和党支持者的青睐,支持率分别达77%和63%。 马克龙选择阿塔尔,想要遏制极右势力在法国和欧洲迅速蔓延,而阿塔尔正是一位在法国政坛左右逢源的人物,左派右派都容得下他的观点。 阿塔尔已是法国政坛中最有才华的年轻代表人物,但他能否解决执政党的问题和马克龙第二任期的困境?让我们拭目以待。